一次到位 來 要封第二排 而且我有說過 你啊 想把那個球打成什麼樣 你是得要自己有想像力的 無論說今天說你那個動作 你曾經看過哪一個你喜歡的選手打 或者是 你在某一場比賽裡面 你看到你覺得那個動作很不錯 你一定要透過眼睛看了之後 投射在自己身上 然後去做出來 這一排是定向的 把它做好 特別是看到那個位置 快速做側身 到位之後把球打完整 那你平球小球的部分 你平球 比如說你正手拍平球 它有時候會有高位 有時候會有低位 那你無論是高位還是低位 第一個你看我身形不會有 什麼太大的變化 唯一不同的是什麼 初拍的位置 所以你打平球的時候 不是說什麼球都是這樣打 而是你透過那個網子去理解說 這顆球如果比較高 這顆球如果比較低 放小球也是 有時候那個球比較邊 你可能那個戳比較往裡面來 有時候比較中間要往外面去 反手拍也是 反手拍比較高還是比較低 那個手勢 送球的手勢會不一樣 你不要從頭到尾都是一種手勢 懂什麼意思 好來 把你自己想要的做出來 然後重心一定要保持好 反手拍不是這樣打 好 好 沒關係那個球撥過來 一二跳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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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一二三 對要有節奏 一二跳跳 一二手 一二跳 一二三 對一二三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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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再來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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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對 那你看你到左後方就需要 1 2 3 4 第四拍要打球 那每次你大概都打在3.3 3.4這種 就是你沒有完整的擊球時間 那怎麼辦呢 你只要把那三步的移動加快 就這一段旋律裡面要唱四個字啦 你最後一個字總是來不及唱那種感覺 懂得意思 所以只要把前三個字唱快一點 OK 來 蕭峰 蕭婷 對不起 我們要合在一起了 早 早 那就是你的腳步啊 好 來 你還是三個點喔 好 來 1 2 1 2 要左腳先喔 高原 1 2 3 4 1 2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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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你的那個三跑到位的時候 你只有三步可以用 你只有三步可以用 結果你三步用完的時候 你跟球還沒有湊在一塊 位置不對 你得要三步就要控制到 那當然 如果你三步到不了 好 你要再加兩步 好 不能只有加一步 好 好 那你在 你跟我提到就是 你所要修正的部分 它最根本的原因 會造成你動作 看起來怪怪的 是因為你握拍不正確 好 所以你保持好正確的握拍 你讓你的關節可以 照他原本該行進的方向 去做的時候 你的動作越來越順暢 好 來 手舉起來 好 不要掉下去 來 好 再來 好 擊球點太低了 手腕的使用沒有結 沒有做完 手腕的動作沒有做完 好 什麼叫手腕動作沒有做完 你的手腕從放鬆 到完成打擊動作 會有180度 你呢 大概只打到100 後面那一段就 沒了 手就掉下來了 你得要讓他完成 整個擺動的動作再下來 所以你會看到 最常看到的 無論長接殺 你都會看到拍頭 先於手腕下來 再拍 你只能要求自己去把那個動作做出來 拍頭 再來多練習 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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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你肩膀沉得比較快 拍頭 背挺著 不要掉下來 來 往前丟就好 撥到前面來就可以了 不要影響你練習的節奏 吸球點太低了 加油 不要停下來 球還沒有發完之前不要停下來 不要影響你練習的 連續的節奏來 累是一定會累的嘛 但現在你已經沒戴口罩了 應該是好多了吧 好來 那個腰鋒 反過來的 反手平 反手小 正手平 正手高遠 好 你那個正手高遠呢 你跨步擊球的時候 手勢跟球的位置要控制好 然後腳一定要保持一個寬度 你才有辦法併步回來 對啊 就是你擊球的時候 你腳要保持一定的寬度 你們打完之後 兩隻腳併在一起 你怎麼回去 回不去 來 平 小球 平 來 抽高遠 對 對 你回來的時候呢 慢慢的把這一步往這邊靠 好 跳一下 對 他一樣也是一二三 心中要有節奏感 好 來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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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四 一二三 對 一、一、二、三 對 一、二、三 來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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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對 1 2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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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對 1 2 3 1 2 1 2 1 2 你那個右後打完之後回來的這個第三步 這一步不能是輕輕放 這一步都要 這一步是幹嘛 啟動喔 不是回中放鬆喔 對啊 你所有的動作的第二下都是啟動呢 比如說這個一二回來這樣 一這是啟動呢 那不是回中休息呢 懂嗎所以我每次看你這個打完 回來這一步是給它放鬆 這個不是回來中間休息 那個是想說 如果我就接下來又發這樣踩下去 然後接下來就發出去 你要根據你這個腳踩下去的力量 往你要去的方向移動 喔 你可以幫我看一下我們這個動作 我覺得好可以做好 之前你說架拍嗎 嗯 然後倒拍 嗯 側身倒拍 嗯 然後你說用手腕轉上去 然後 沒有啊你轉上去到這裡都對啊 問題是你轉上去之後你沒有讓球拍打完啊 打完了才能下來啊 而且下來不用甩手 你下來就已經放鬆回正就好 結果你下來到這邊再把它甩上去 那多的嘛 還沒到你啊 還沒還沒 還沒還沒 來兩排 喂喂喂喂喂 兩排啊 那我應該是 只要看動力會直接擺在右手 本來就是啊 而且我應該是那個讓你打完直接就要往左邊那個瓶球出發連在一起的 這四個球是連在一起的耶 好 對了 對了 對你自己要有節奏感喔 嘿 你這一排喔 你回去看錄影聽到我講這一段聲音的時候 把它倒回去看你這一整次的練習 這一整次的練習是非常正確的 節奏 移動的感覺 打球的感覺都很正確 很正確齁 很正確跟高質量當然意思不一樣啊 但是起碼要正確嘛 好不好 來換你 你剛才在跑動的時候 基本上全部都踩在節奏上 身形動作也都有到位 來左邊喔 右後跨步高遠 並不回中 你這樣已經直接做了轉身 你回不了中了 它是跨步高遠跨出去要保持一個寬度 你才併得回來 好來 然後你反手拍的手不是這樣子 你反手拍的手肘跟小臂應該是往這個方向走 可是你總是把手肘朝下 只有手背向前 手肘應該朝前讓小臂順得出去 然後你大拇指一定要壓好 不要彎彎 要推彎 再一次來平 小球 高遠 跨步 並回來 你看你在打的時候身體是不是已經往這裡轉了 往這裡轉你怎麼並不回去 打的時候它應該看著側面去打的 打完之後直接這樣回來就好了 可以嗎 來準備跨步擊球 並回來 準備跨步擊球 並回來 你看你是不是又轉身了 對 你沒有把球擺在你側面 你一直把球擺在你前面 球在你側面 把球擺在你側面 把球擺在你側面 並不回來 並不回來 把球擺在你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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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的正手拍 还是把大拇指放在旁边 你还是拿这样 那这样子如何是一个正手拍 你根本就没有拿正手拍 你在打的时候 我看到的还是大拇指比食指高 然后放在旁边 来 反手瓶 小球 来 拿起来 侧面打 不要在前面打 侧面打 你看 刚刚这个球在这边 你手一直这样子 这怎么打呢 它应该这么打吧 下上 平级 下压 你怎么都是这样子呢 这怎么打 控制手臂的轨迹得由你自己来 大拇指压正 手腕推起来 坐啊 对啊 手拿起来啊 你长得跟我不一样啊 我是谁比较低 你这样看 我是谁比较低 哪里最低 手肘最低啦 你都拿手腕最低啊 手肘最低 但肩膀不要翘起来 我肩膀没有翘起来啊 好 来 去旁边打 侧面 从侧面挥出去 从侧面挥出去 不是啊 从侧面挥出去 来 从侧面挥出去 你还是压着你的大臂啊 抬起来啦 把肩膀手肘抬起来 不要再压着你的大臂了 再一次来 来 侧面挥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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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个 侧面挥球 你确定那个是侧面 你刚刚在打那个姿势的时候 你确定它在侧面吗 它在你前面吧 我把球发得松松的 你就不能侧面了吗 好 换人 来 来 正手平球 反手挑球 反手平球 正手切直线 好 来 一样一二一二一二三 那个节奏做出来 来 一二 一二 对 对 对 右脚不会直接踩回去 它并回来的 对 来 好 这一排虽然球值没那么好 但是移动的节奏是对的 移动节奏还蛮好的 来 很好 保持住哦 按你挑的时候 反手来挑 要让手腕高于手肘 你不能只有手腕勾起来 好 你无论是在低位座 高位座 它的关系都是一致的 这是力学关系 懂吧 当然你说 选手有时候在那种很紧迫的情况之下 他可能只靠了手腕就可以把球打出去 这当然是有的 这种东西叫做技巧 但技巧不能当基本动作来练 来 正手平反手挑头顶切直线 切直线 切直线 这是挑 头顶切直线 头顶切直线 球派一定要拿正确 不然你控什么球路控起来都不对 保持侧身后退 保持侧身后退 不要让你的整个身体跟网面是平行的 它得是垂直的 然后呢 是手腕点头向下 不是你的手向下 你在切的时候 让手腕点头向下 比起 比起做出手腕动作 你比较在意那个切球像不像切球 我根本没在看那个 手腕向下 对 我要你把那个动作做出来 我没有在看你切球切得好或坏 你做不好的动作切得很漂亮 那也是没有鸟用的 那就运气好而已 但是我只要看到你开始做手腕 我会知道你会越切越好 把你的手腕动作做出来 然后你的脚步移动怎么这么慢 坏一点 手腕再加强 再加强 动作要明显 来动作加强来 再多做一点 你的手腕要它动多少幅度动在哪里 你必须要能够控制 继续继续 切完球要垫步 你不要切完球走回来给我看 切完球 垫步 再切一个 切完球 垫步 对 这你至始至终 都要自己做出来的呀 不要人家一直要提醒你呀 提醒一次就多了 提醒到第三次 那已经叫做没有专注力了 真正在推动 美国的速度 好 再按 toute眼睛 我不管 你 我 你 你 腳的節奏不對 你第一步佔了好多的時間 然後第二步第三步走得好匆忙 然後出拍也顯得匆忙 你前三步要跑快一點 這一排你好像打第三排對不對 再給你三顆 來 快速移動 慢慢打 慢慢打的時間就讓你把手腕控出來 OK 換人 走 反手屏正手挑 正手屏頭頂切直線 來 這個切頭頂區 球拍就要從雙肩之間出去 才叫頭頂區嘛 不然怎麼會叫頭頂區呢 你根本剛才什麼都沒有啊 你那個手趕快這樣衝衝麻麻拐了一下 軌跡位置都不對啊 來 來 望向你的頭頂區 看到手腕把它打下來 不是 不是用摸的 看著你的頭頂區 看到你的球拍 看到你的球拍 這個手腕打下來 你要看到它 看到那個球拍 你沒有打呀 打呀 不是啊 對啊 是這一段打到球唷 你要看到它喔 OK OK 來 要看到它 你在做那個切的動作的時候啊 肩軸要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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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移動的時候沒有掌握到球 你橫移你知道嗎 我們高影球不是很垂直的嗎 怎麼你整個人變橫移了 側身 打球 不要從後面揮 到的時候轉前面揮 來 側身 直直的向前打球 太慢了嘛 沒有時間把手動作揮完啊 你要揮的時候 整個人都已經被夾起來了 早點上去打呀 它跟高眼球不一樣啊 高眼球你因為速度的關係 你初拍的時間可以比較短促 但是你切球不會用高眼球那樣的速度去打它吧 那你整個動作要早點開始 而且整個手腕得是柔軟的 那又更慢了 結果你給它放那麼低才打 根本打不出去啊 當然選手在做切球那動作也很快啊 問題是呢 肯定比高眼球或殺球動作還要再慢一點 而且你不知道為什麼你頭頂沒有切球動作 第三步的時候才剛剛撤起來 第三步的時候才剛剛撤起來 然後轉上去 切下去 早一點不是快一點 你有辦法用比高眼球還快的速度去切一顆球喔 辦不到吧 殺球可能可以啊 來 來 而且我讓你們練習的時候我球都發那麼高 你還打不出來 那你比賽的時候更不可能啊 你去參加零打的時候誰挑球挑那麼高啊 好 你還等咧 你還要等喔 不趕快做動作還站在那邊等 轉身 對你看 你是不是後面因為轉身很慢 所以你那個手只好趕快打 你不是應該早一點嗎 你那轉身的時機已經太慢了啊 所以你最後手腕只能很倉促的去打他呀 就是我看到你在切的時候 那個手肘都還在旁邊 這樣子 手肘要轉出來啊 那我轉 我轉到正面的時候 我一樣是 看得起來嗎 當然啊 動作太粗了 它是一個這麼細膩的動作 然後 等我一下 你看 像我一樣的動作 那我看的 你會把我都放在那邊 在那邊 你會把我都放在那裡 我發現 那我幾乎都放在那裡 我們都放在那裡 我這次的動作 我可以看得到 我這樣說 就是我這樣看 我可以看得到 我可以看得到 口頂區的切球要花點心思 多看一些選手在左後方切球的影片 都不太確定我在哪裡想到你 不行啦 你一定要確定 因為我切球還是動作的部分 哪一個部分 一樣 跟高遠田一樣到這裡的時候 上去的時候 就像說我這裡的時候 那個切的動作要 你就沒有手腕真的去做那個切球動作 你只是把手揮下來 但他切球動作就跟放小球一樣 他很細 需要手腕手指 結果你用大臂跟手肘 那我現在如果要動 每次這個動作要 很明顯 非常明顯 反手平 正手挑 頭頂切 你的大拇指又擺在旁邊 這個我真的不曉得怎麼幫你 這已經不是我能夠控制的了 這是你自己才能控制的 你看你現在拿還是拿這樣啊 你現在給我看都是對的啦 你在打的時候啦 給我看那個都沒有用啦 可是我在這邊是問你一看 我在這邊問你一看 如果是拉怎樣 然後我這邊拉上來的時候 又用不完這樣 這個我不曉得你是怎麼控的 我只能告訴你我看到什麼 我只能告訴你我看到什麼 不是 是你自己要去找出來 不是我 來 停 你這時候就是啦 自己看 你剛才挑球就是拿這樣啊 對 但是我跟你講的時候 你就已經把它調掉了 所以我跟你講什麼時候都沒有用啦 要你自己知道啦 來 停 又來了 你現在已經縮回去了啦 挑的時候你就擺在旁邊啦 你現在已經縮回去了啦 所以我這個時候 我應該這個動作才做什麼 你現在拿的也不是正手拍啊 你現在是正手拍嗎 我現在是正手拍嗎 正手拍大拇指不會按著拍子 正手拍的大拇指是橫靠著的啦 你說這樣橫靠著 對啊 那我常常會變這樣 你挑球的時候都會拿這樣啊 看到嗎 就現在這個姿勢啊 可是它明明應該是這個姿勢啊 你怎麼會是這個姿勢呢 阿當你切的時候也是啊 那個很容易判斷啊 我近視我都看得到了 那個明顯到一個 明顯到一個爆炸了 來 要轉過去 你轉得太少了 你的身體 你的身體往反手拍打的時候 大概只有不到90度 它應該要到110吧 上半身啦 就是如果比較近的話 一樣啊 你要這樣 是啊 不用啊 你最大的問題 是因為你沒有把手肘送出去 而不是你走遠走近的問題啊 難道你很近打反手拍就要變這樣嗎 我就算很近 我就算很近 我是不是一樣可以把這個肩軸送出去打 你看這我只有一半啊 啊我今天球這麼遠 我也是這樣子啊 是吧 來挑球 切 手勢注意 然後你切的時候不要再放在前面 這個動作是在側面啊 反手屏 挑 注意手勢切球在側面 側面 再給你一個 在側面 側面 你看你來的時候都是被縮起來的 它不是應該開展的嗎 左手低右手高 它應該是像大棚展翅這樣子做的呀 你怎麼是縮起來的呢 再一次吧 還是縮起來的呀 開展來 做出來啊 對左手低右手高開展來打球 對嘛你說著做什麼呢 再一個來 開展來打球 再來一個來 開展來打球 這樣有開展嗎 你看我的動作這樣像有開展嗎 這樣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 那你怎麼不做這一個 要一直做這一個呢 我再給你三顆 你很多動作要雕 但是我不想這樣子練你 沒有 你的頭如果擺這樣 它開不起來 你知道我在做什麼 你的頭是這樣子 耀鋒我在講它錯誤的時候 你也要聽喔 你打反手派還是這樣打 反手派的動作應該是這樣打吧 你看你的頭又是這一邊 看得出來齁 不是應該這樣嗎 應該是這樣子看它啊 對嘛應該是這樣往這邊看嘛 怎麼會這樣看 嘿嘿嘿嘿嘿嘿 好來輪轉一下吧 有高遠球的喔 只有小平高三種球喔 好 你即使是打雙打你的腳部依然會有那個節奏 好 等一下 它去那邊你在那邊喔 你應該上來一點來啊 來你再去再去 你要在哪裡 你沒有往前走喔 你剛才是太後面 你要站在一個 可以控制前四點 而且最大機率就是它如果切 你可以上來封網的位置 你可以上來封網的位置 你如果站這麼後面 你如果站這麼後面 應該沒辦法 可以喔 可以喔 你沒有移動耶 你沒有移動耶 再來一次 你看你這顆球在打的時候 居然呈現這個姿勢在打球 這個沒有人幫得了你 你知道嗎 不是啊你就是退得夠 才有時間用這個在等啊 你沒有做正確嘛 你是有時間的啊 結果你是這樣 那是什麼呢 這誰幫得了你呢 好你放完一顆球之後啊 趕快補位的動作太慢 好 要記得左腳踩出去 左腳踩出去 拍子舉起來不要擺下面 球波爪 打鬆的要注意喔 第一個拍子一直都是舉著的 第二個人是一直在動的 沒有那個停下來的 沒有人停下來的喔 兩個都要一直在動的喔 單打是準備不亂動 雙打是一直動著在準備 跑錯了喔 來 拍子不要放下來喔 一直擺在身前喔 好 來 速度 不是 那個拍子 嗎 那麼 好 看到球從頭頂過去 馬上側身 對馬上變成側身 趕快移動 左腳要用 手舉起來 手舉起來不要放下來 雙打手不要放下來 你看你有充足的時間 你也是選擇這樣子打 那都是你的選擇 那已經不再是會不會的問題了 而是你明明就會 但是你選擇那樣子打 那我需要排球 你們那邊先排一排起來 我這邊也一排 再操作一下 好來過去吧 來加油 拍子舉起來 身體一直在動 身體一直在動 身體不要停下來 拍子一直舉著 對看到訊號馬上調整姿勢 對手不要放下來 對你的腳不用跨出去嗎 側身 後退出去 先後退再出去 不是直接出去 拍子舉起來 來保持準備 對保持準備 對保持準備 對 對你的精神 的確是要比較緊繃的 腳又不跨出來了 錯了 又錯了 球拍沒拿好 球拍沒拿好 好 好 要麻煩你們幫我排球